大家好 我是Derek 今條短片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上星期中國所公佈的經濟數據 和講一下兩者之間的關係 其實上星期中國有兩項數據公佈 分別第一項就是上星期三所公佈的工業利潤數據 第二項是上星期五的PMI數據 其實兩項數據都有提及與製造業相關的數據 所以兩者其實是有一定關聯性的 兩項數據一起分析之後 其實可以幫助大家初步了解現時製造業的經營環境狀況 首先我們從工業利潤數據開始講起 頭五個月的工業利潤總額同比下跌了18.8% 但比頭四個月跌幅收窄了1.8% 單計五月份規模以上利潤總額大概是6300億元人民幣 按年跌了12.6% 跌幅亦較四個月份收窄了5.6% 但單單看大稅就不足夠了解近期中國工業的經商情況 台幅工業利潤的細項可以從中或投資者提供更多信息 或者我們由營業收入累計總額的增幅開始講起 頭五個月就比頭四個月同比增速回落了0.4% 增速回落的原因其實有兩個 第一就是企業的定價能力 第二就是需求不足 而前者在就業PMI數據當中的出廠價格是會反映出來的 在講出廠價格指數變化之前 大家要知道 PMI在每個月的最後一日會公佈當月的數據 比工業利潤的數據早已公佈了不少 PMI算是一個領先指標 PMI的走勢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工業利潤的未來方向 我們看看5月的製造業PMI 當中的製造業的出廠價格指數是由4月份的44.9% 但在5月份就下跌至41.6% 反映之前所說的企業定價能力不足 而另一項的新訂單指數在4月份是48.8% 在5月份的時候就下跌至48.3% 反映市場對於需求依然處於收縮區間 在我們星期五公佈最新的6月數據當中 出廠價格和新訂單指數分別是43.9%和48.6% 反映需求依然繼續收縮 我們可以大概知道在頭6個月的營業收入依然不會受壓 最後企業利潤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成本 提回過去的趨勢可以明顯看到無利率是持續下行 但企業利潤在年初至今出現向上的趨勢 這個逆向的走勢可能反映早前中央一系列的 降稅減費措施的成效 但怎樣才可以令這個企業環境進一步改善呢 其實就是需要在需求端下手的 市場的需求上升 企業才有條件對產品的價格 或者至少不用再下調產品價格 無利率才會有回升或者期溫的機會 從而推動企業的利潤率加快向上 但目前對於這個內需消費政策 多數都是以汽車營為主 後續是再需要留意有沒有其他行業 會被納入這個促消費的範圍 好了 今個星期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